地震引发大火。 5日晚上,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6.9级地震。 这次地震引发了至少两场大火。 有专家表示, 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余震。 据纽约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5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6.9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当地官员称, 此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主要建筑也没有受到损坏。 这次地震引发了至少两起火灾。 其中一场大火发生在当地一家餐厅后面的位置。 从现场图看大火冒起了滚滚浓烟。 地震发生时, 正在进行尼克斯对提湖的NBA球赛。 从现场视讯看, 一些装置都在摇晃。 比赛最后不得不终止。 球员离场。 美国电视女主播在直播的过程中遭遇地震。 她先是对观众报告地震的情况, 现在是晚上8点21分。 我们正经历一次剧烈的晃动。 随后女主播邀自己的搭档,一起躲入桌子底下。 实力示范如何应对地震。 有当地群众表示, 之后每五分钟,就能感觉到一次余震。 地震学家琼斯·Lucy Jones称, 美国地质勘探局调查发现, 之后将会有更多的余震。 这很明显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系统。 生活在加州地区的华人表示, 地震发生时,震感非常明显。 房子好像摇篮一样左右晃动。 街上连路灯都开始抖动起来。 超市一片狼藉。 对此, 驻洛杉矶总领馆释出紧急提醒。 总领馆对地震灾情表示关切, 向受地震影响的家庭。 包括华侨华人表示慰问。 7月5日地震之后, 总领馆尚未接到中国公民因受灾而求助的报告。 据报道, 仍不排除还有较大于震的可能。 建议中国公民关注官方资讯和媒体报道。 在地震时脱围应对。 确保人身安全。 及时, 主动向亲友报告平安。 在需要时, 主动联络总领馆。 7月4日。 在美国国庆日期间, 加利福尼亚州发生6.4级地震。 引发至少24起医疗和火灾事故。 震后至少出现了159次余震。 当时就有专家预测之后, 仍有发生强震的可能。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 当出现越来越多的地震时, 发生大地震的几率就越大。 这也意味住受损, 受灾程度会更大。 在之后的一周中, 有9%的几率将发生一次比6.4级更大的地震。